政府已在今年3月取消了口罩令 政府已在今年3月取消了口罩令 对于鼻敏感的患者来说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今天很开心请到耳鼻喉科专科 徐嘉明医生和我们讲一下 徐医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问一下医生 政府取消了口罩令 你怎么看呢? 有些鼻敏感患者都担心 会不会没有了口罩 增加病发的风险 其实取消口罩令对她是好 还是不好? 其实这个要视乎她对什么敏感 在外国有一些大型研究显示 在大家戴口罩的时候 针对一些在室外的自敏源 例如花粉 或者一些特定的树 草 她们的鼻敏感是有改善的 因为减少接触到自敏源 但是针对一些在室内的自敏源 例如是尘满 或者动物的毛发 因为大家在家很少会戴口罩 所以口罩令相对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其实对于室外的自敏源有敏感的人士 除了口罩之后她到底可以怎么适应呢? 其实就是要视乎她对什么敏感 可能是木棉花的季节 如果可能会看到漫天的棉花的时候 那个发作的机会会比较大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戴口罩 在那几天的时候 减低接触自敏源 就会有些好转 其实造成鼻敏感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说哪些人是比较高危? 其实鼻敏感正式的名字 就叫做过敏性鼻炎 其实就是当我们吸入了一些环境的物质 刺激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从而在鼻康里面有一些发炎的反应 高危的人士包括例如有家族遗传 又或者可能有些人本身体质是比较过敏的 例如有些濕疹或者烤喘的话 他们患上鼻敏感的风险都会比较高 那鼻敏感的病征大概是怎样? 其实到底鼻敏感可以怎样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其实鼻敏感的症状 当然鼻敏感 在鼻上就会有鼻塞、鼻水、打嗤痴 鼻会很痕 同时有些病人会觉得眼睛很痕 流眼水、眼红 其实影响我们的生活也有几方面 例如当你晚上发作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睡觉 我们会睡得不太好 另外如果早上发作的时候也可能会影响我们上班、上学 影响我们集中力 另外有时也会有一些社交上的麻烦 例如你在公共地方不断打嗤痴流鼻水 身边的人都会担心你是不是流感或者COVID 都会有些尴尬的情况出现 如果患者一直没有正视鼻敏感 其实会不会有机会恶化或者有什么其他后果呢? 其实如果鼻敏感很严重 一直都不去正视的话 其实有机会发生一些病发症 例如中耳炎、鼻痘炎、睡眠窒息等等 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主要坊间治疗鼻敏感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其实治疗鼻敏感我们分开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是由源头着手去减低接触致敏原 第一步其实可以找出自己对什么敏感 可以做一个皮肤测试或者抽血测试 在研究显示香港大部分的人都是对沉满敏感的 尤其现在转天气比较潮湿 沉满的滋生就会比较快 我们其实有些方法 例如用抽湿机把空气的湿度尽量减低到50%以下 频密一点去换床单 以及要记得定期去洗冷气的隔沉网 还有有时在家里用一些空气清新机、过滤机都会有帮助 第二步 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的治疗 包括一些口服的抗组疾安 它就可以将我们的鼻塞鼻水的情况减轻 另外也可以用一些雷固神的噴劑 其实就是可以减低我们鼻里面发炎的情况 其实很多人都会对那个雷固神有一个误解 就是雷固神会不会有很大副作用呢 其实现在我们的雷固神噴劑 都得很微量很微量会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其实整体来说都可以很安全地使用 另外如果想要一些长期一点的治疗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叫脱蚌治疗 或者是一个手术的治疗 那脱蚌治疗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 透过持续地去接触一些适量的致蚌源 慢慢去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 令它产生一个习惯 那就减低那个敏感度 从而减轻症状 那治疗其实都相对简单 它除了第一次需要有医生陪同之外 其他之后的治疗 病人可以在家里进行 那其实多数可能是在含一粒治疗员的药院在里底 那之后呢 就大约当九个月后疗程完成之后 就会有一个长时间的解决到问题了 那刚才医生你有提过一个鼻敏感的手术 那个手术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 鼻敏感的手术主要是针对一些长期有鼻塞的病人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叫射频的手术 那就是我们用一个局部麻醉了鼻子之后 就会用一个仪器插入鼻里面的软组织 用一个射频的能量就将鼻黏膜令到它萎缩 那鼻的空间阔了自然透气就会顺一点 那另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全身麻醉的手术来的 那我们是处理那个下鼻甲的问题 那将那个下鼻甲的骨就削走 另外另外将鼻中甲歪了的地方就弄直去 那患者之后就会觉得鼻腸痛很多了 那如果有些患者不想做手术 其实其实坊间很多那些一喷就通的通鼻剂 其实医生会不会建议病人去使用呢 其实那些药很多时候因为标榜不含累固醇 很多病人就会自己买来用 那用了之后好像立刻通了很多 那便会一直继续用 但是其实呢 这些药是会有一个依赖性的 那我们建议病人最多用5-7天就好了 如果再用得久一点 就会变成有一个依赖性 变成你一不噴它就会非常之鼻塞 那其实也很难搞的 所以我们就不建议长期用 那被敏感的患者呢 就记得时刻保持家居清洁 空气流通 尽量避免接触致敏缘 都可以因应自己的需要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今天谢谢徐医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